阿婆 今天要去哪裡? 今天帶你去喝一間好喝的羊桃湯 羊桃湯?連鎖的嗎? 不是!它是一間老店 但是我也不知道它是幾年的老店 我們去喝喝看吧 What you doin' tonight 好啦 楊桃汁 這杯40塊喔 可是它真的是非常濃厚的那種楊桃汁 真的 40塊是比一般外面賣的稍微貴一些些 一般這樣一杯30塊啦 它比人家貴4塊 差不多10塊錢 可是啊 我之前有一陣子火氣很大 然後我都在這個區域活動 然後我都會去買每天喝一杯每天喝一杯 它那個降火氣的效果真的很好耶 而且它是比較濃的楊桃汁 它不是外面喝到那種就是鹹味很重那種也不是 然後甜味很重那種也不是 它就是在中間就是淡淡的鹹味 然後楊桃香 然後一點點的甜味 真的是蠻不錯的 也就是真材實料囉 好喝嗎 超好喝啊 你不是有喝到 所以你很推薦人家來買就對了 這間真的可以來買啊 那你怎麼發現這一家的啊 因為當初我在念新化的時候啊 我就是會坐校車從這條路經過嘛 然後其實本來是沒有發現它的啦 這麼明顯 整條路我們剛剛看那一邊 大概就只有那個店家 為什麼你看不到啊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啊 整條啊都是檳榔攤 檳榔攤就有什麼 檳榔西施啊 而且從早上啊 它會配合那個時段你知道嗎 早上穿什麼啊 早上就是穿學生服 哇 然後下課啊 我們坐大車要回去的時候 就開始給福利了喔 穿著就比較清涼了喔 然後聽我叔叔說啊 那個晚上喔你知道嗎 這條根本就是通往天國的道路 哇 厲害 你就知道當初啊 台南有多幸福 現在都掃檔光了 我們成年的掃檔光了 沒有機會 好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 然後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 欸剛才講 比方西施講的太興奮了啦 那兩個優點都沒講到 第一個啊 我有一次感冒喉嚨痛 你那個 有喉嚨發炎過 就知道我看到有那種 著熱感 我就去買它那個溫的 溫熱的 楊桃湯 對於那個喉嚨啊 消炎的效果 它那個溫潤的效果 超好 我就一杯啊 慢慢喝 慢慢喝 欸 我下午喉嚨那個症狀 就簡化很多了 再來第二點啊 它的 因為它的那個冷藏設備 是不鏽鋼的 跟 一般我們看到那種 比較大的那種 塑膠桶啊 那一種 清潔來說 不鏽鋼的那個細菌素 一定會比較少 再來就是齁 因為它是用冷藏設備 所以它的那個 楊桃湯啊 它的 整個 濃度 都是固定的 不會像外面 因為它用冰塊薄冰嘛 所以它一直要去調濃度 所以有時候你會喝到說 欸 我今天喝到比較濃的 可能是 它一早來 剛開店你就喝到濃的 然後它可能放比較後面 放比較後面 那冰塊融化 欸你就看它喝到比較淡 這家不會喔 這家就是你怎麼喝都是一樣的濃度 每次來都是一樣的濃度 所以滿值得推薦給你的 多謝 我請你來這邊 如何 都要讓你的 好 太膽了 mari